你看四王天,佛告诉我们 四王天的一天是我们人间五十年 他的寿命,在他那个天上寿命五百岁 一年也是三百六十五天,算一年 他的五百岁,在我们这个世间就长了 一天是五十年来 两天就一百年来 我们这个世间人活上一百岁 在四王天上两天 从这个地方呢,我们就不难想到他佛宝大了 那再上去一天叫涛历天 中国人称他做玉皇大帝 这个天比四王天高一等了 涛历一天是我们人间一百年 他的寿命是他那边的一千岁 那一天等于我们一百年 涛历天的人佛宝真大了 中国号称五千年的历史 在涛历天上呢 时间很短啊 五千年才五十天呢 不到两个月啊 涛历天天的 越上去越殊胜 没有离开 没有离开五欲 七千五欲 没有离开 生欲界天 欲界六成啊 如果我们修行功夫身 把爱欲啊 断掉了 那就不生欲界天了 生色界天 他得禅定 色界有十八成天 佛宝超过欲界太多了 十八成天上面 还有五色界天 有四成 总共二十八成 上面这个四成呢 没有身体了 我们看老子 《道德经》上说 乌有大患 乌有无有身 老子很感叹 我最大的忧患呢 是有个身体 身体麻烦大了 那要没有身体都好啊 无色界天的人 没身体 他们的寿命长了 冷结束了算了 飞翔飞飞翔出天 寿命是八万八戒 我们很难想象啊 寿命之常啊 他没有身体 所以他什么苦都没有 有身体就有苦 没有身体就没有苦 这是 但是这个 这四个天呢 就是无色界天 可以说 六道里头最聪明的人 他不要身体 我们称他做灵界 一般人叫灵魂的 他住在那里 他不去透胎 但是他又辛苦 什么叫辛苦呢 他八万大街到了 他又起心动念 说一句话说 他是定功支持他的 八万大街到了 得定功射掉了 射掉烦恼起心心 俗话说 爬得高 摔得重啊 他是爬到最高顶了 六道里头最高峰了 因为产生一个误会 这个都是真正修行人 境界 不是真修的人 到不了这个境界 那么到这个境界 以为是圆满了 圆满就叫涅槃 自己以为正的大涅槃 大涅槃家不生不灭 为什么这个生灭的现象出现 他就开始怀疑 就开始毁谤 古圣先先讲这个涅槃 那不是真的是假的 这个是 放伐 放伏 放伏 放身的罪过 是阿比蒂 他起这种念头 就读阿比蒂 你看 从最高 掉到最下 这就说明 六道轮回 六道轮回 这种事情 看清楚 看明白了 我们不干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很辛苦 毫无意义 应该要脱离六道轮回 脱离六道轮回 修大臣小臣都可以 小臣只能出轮回 不能出十发节 大臣不但出轮回 而且要出十发节 这个搞啊 这个意思好啊 所以 出十发节 大臣里面 最殊胜的方法 就最简单的方法 也是最有口靠 最快速的方法 就是净途法门 他真正能帮助 你在这一生 超越六道轮回 也就是 超过四禅天四空天 这个了不起 不但如此 还超越摄法节 摄法节里的是 阿罗汉 辟致佛 菩萨佛 通通超越 这个法门 稀有的法门 人身难得 佛法难闻 这两句话 佛常说 提醒我们 得人生 好不容易啊 人生是很难得到的 一定要珍惜 因为人生 遇到佛法 遇到尽宗 你就成就了 你成佛了 那不是人生 没有这个机会 对人生 就有这个机会 那人生 可贵 贵在 人生 能够学 净土宗 能够 能够念阿弥陀佛 能够在一生当中 超越 施法级 到西方 极乐世界 去做佛 可贵是可贵 在这里 如果得人生 这一生 没有遇到 净土法门 那不稀罕了 那不算可贵 遇到这个法门 是真可贵了 你遇到 八万四千法门 其他的任何一种 你这一生 不一定能修成 修不成功 还是搞六道 不足以违规 遇到尽宗 那就真的可贵了 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